第32集 这邱主任哪 本来是个冷面人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 一个人憋得太久的原因 再说话的时候 还有点画牢的倾向 据邱主任说 他心里本来就不认为 这里是大肉之国王城的遗址 大肉之国没有错 不过这地儿不是王城 应该是大肉之国 某位国王的林寝才对 尤其是进了深坑不久 还遭遇到了古时 核桃地区 游牧部落特有的巫术 纳达杰 这更证实了邱主任的猜想 纳达杰是当时大的游牧部落 比如匈奴 大肉之或者乌孙等国 用来守护国王林寝的巫术 传说是在林寝修好的当天 将99名战俘的身子 埋在林寝的入口处 头部露出地面 在头部前一尺的位置 摆满酒肉吃时 这些战俘身子手脚 埋在地下 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酒水食物 最后却活活饿死 这些战俘死后 可谓是怨气冲天 为了让他们怨上家怨 这些战俘饿死之后 巫师就马上做法 阻止他们的魂魄出离身体 这些人的尸体会在烈日之下暴晒三天 那不过不能超过三天 否则就算有法系 也挡不住他们的巨大怨气 会对林寝内国王的灵魂形成威胁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巫师才会将他们的魂魄抽离出来 分成几组 安置在林寝的几个重要位置 形成守卫林寝 防止盗墓贼的法阵 邱布朗那一行人下来不久 就着了纳达杰的道 好在是邱主任加了小心 只是手下的调查员吃了点小亏 邱布朗那也是个人物 当时场面虽然被动 但还是马上扭转了局面 一连拔了三个纳达杰发阵 就是之前我们在地面上 听到的惊悚的声音 那就是拔掉纳达杰时 发出的音符 再往前走的时候 遇到了岔路 邱主任和手下分兵两路 邱布朗进入岔路之后 走了一段 没发现什么异常的事情 但老是一阵一阵的心慌 右眼皮跳个没完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邱主任也越走越心虚 最后在岔路的尽头 发现了考古队失踪的四组人 当时那二十多个人 已经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中 四处没有多余的脚印 在他们周围摆了一个防御法阵 看样子是这个法阵救了他 邱布朗检查了这些人的身体状况 发现他们昏迷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人的魂魄 被人用法术禁锢住了 这种法术本身没有什么杀伤力 只是封了人的六十 给他们来一次深度的睡眠而已 邱主任更感兴趣的是 摆在地上的阵法 一把小号的陶木剑插在地上 周围看似凌乱的 摆着不知是什么动物的骨头 刚才邱布朗不知原因的心慌 看来就是这个阵法带来的效果 布镇的人是个高手 能让邱布朗在几百米外都感到不安 要不是非走不可 邱主任说什么都会绕开这条路 就算是遇到纳达节里的恶鬼 都不敢靠近这个阵法半步 失踪的人员找到了 任务可以说完成了一半 可惜无线通讯器不给力 信号被屏蔽了 联络不了地面 邱布朗只得再从原路返回 等他沿着原路走到头的时候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只要出了岔路 就只有一条路直通地面 可是那条路没有了 或者说是多了九条路 在邱主任的面前 竟然凭空出来了十条路 这是魔障 邱主任的心里没底了 当初给灵寝设计法阵的人 算得上是大师级别的了 在外围埋伏的那几个纳达节 现在看起来只能算是开胃菜 眼前的魔障才是头盘 他奶奶的 看起来就算是破了魔障 应该还会有别的大菜 魔障的学名叫做十出九曲阵 进十路一 初十路十 这十条路只有一条是生路 能不能活着出去 只能靠乐器 只要阵法一发动 就连摆阵者自己都不知道该选那条路 能活着出去 真正叫九死一生 邱主任没敢轻举妄动 在每条出路口上都补了一挂 十挂都是一个结果 此路凶险 有尽无出 这时的邱主任真的有点毛了 这明明就是十出九曲阵 一定是有一条路能出去 没道理都是死路啊 就在邱主任一筹莫展的时候 头顶上突然嘎嘎一阵声响 然后紧接着 没等邱主任明白过来的 就听咔嚓一声 头顶上突然掉下来一个二百六十多斤大胖子 就把邱不老给生生砸晕了 我们一直等到邱不老说完 好文明才说了我们的造语 当然我们是怎么下来的 这部分他可没说 邱不老也听得呆了 半天才开口 这里不是大肉之国 是古智国的灵前 不可能 我刚才还破了几个纳达结 古智国的时期 还没有类似纳达结的阵法 好文明又拿出手机 给邱不老看了刚才拍的照片 证实了他的说法 邱主任看了直腰头 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认为这里会是古智国的灵气 孙胖子在俩人争论的间隙 插了一句话 对对对 两位主任 管他是大肉之国还是古智国 总出去以后再慢慢研究 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 怎么出去啊 大圣 我们可以从注目 这话说了一半 剩下的被我自己咽回去 抬头的时候才发现 头顶上的暗道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把破军给拉了过来 破军 你扛着 我上去看看 省点力气吧 别折腾啊 我们现在位于魔掌中心 空间已经混乱了 除了眼前这十条路 不会再有别的出口 好文明不作声 算是默认了邱不老的说法 孙胖子围着这十条路 转了一圈 十条路 我们五个人 一人走两条路 也不算什么呀 破军苦着脸摇了摇头 大圣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魔掌又叫九死一生局 除了一条生路之外 其余的九条都是死路 有据无回 破军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现在有两位主任在这儿 你还怕这个魔掌搞不定 你想的太简单了 破军苦笑地看着孙胖子 魔掌是不受控制 和没有规律可言的 你 你的意思是 能不能出去 就靠运气了 孙胖子是真急了 说话都开始结巴 好文明一直没言语 眯封着眼睛一直在看孙胖子 突然向他招了招手 小圣 你过来 好多人 你叫我 孙胖子不知道他想干嘛呀 犹犹豫豫 就走到好文明的身边 好文明古怪一笑 手指着十条路 画了个圈 选条路 你让我 选路出去 孙胖子那绿豆眼啊 都瞪成黄豆眼了 好头 你开个笑吧 开个屁玩笑 快点 不是我说赶时间呢 好文明看着有点 不知所措的孙胖子 语气稍微平和了一点 大圣啊 现在我们五个人里啊 就输你的人品最好 你选一条路出去啊 最合适 旁边破君和邱不老 也是一脸不紧 他们俩搞不清楚 好文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孙胖子围着十条路 转了好几个圈 还是拿不定主意 好文明有点急了 孙大圣 快点 不是我说 大家都在等你 就他了 孙胖子也豁出去了 他指的 是自己对面的一条路 不是我说 早这样不就得了 来吧 就这条路了 说着就带上孙胖子 向指定那条路走过去了 秋不老看着好文明的背影 犹豫了片刻 还是跟了上去 破君和我走在最后边 破君在我耳边 小声嘀咕 拉萨 大圣 有谱没谱啊 差不多吧 破君看了我一眼 什么叫差不多啊 我们的命现在由孙大圣则主了 他要是选错了 大伙就一块玩完了 我多少知道一点孙胖子的底细 给你一副不个牌 让你凭运气连抽十四红桃剑 你行吗 这开玩笑吧 谁的运气能这么好啊 我指着孙胖子的背影 就这货 这一条路竟然走了两个多小时 还没看见出口的影子 孙胖子第一个撑不住 自打掉到洞里头也得有五六个小时 没吃没喝不算 还竟是班时勤推棺材这一类体力劳动 那体力早就消耗的差不多了 孙胖子说完 也不管两位主任是不是答应了 自己喘着粗气就把上衣给拖着 光着膀子一屁股就坐在地面上 嘴里还不闲着 我看呢 把城市走错了 这条是死路 活活累死之路 郝文明和邱不老对了个眼神 休息十分钟 一会儿再走 哎呀终于能松口气了 虽然只有十分钟 那也比没有强 我盘腿就坐在孙胖子对面 他还在那唠叨 我也听得烦了 就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 大圣啊你消停一会儿吧 学一秀哥说话我也就忍了 你还胡说八道起来没完了你 你可别忘了啊 这条路可是你挑的 要真是死路 我们几个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听了我这话 孙胖子明显老实了很多 虽然还是嘴停不下来 但是声调弱了不少 那什么 也不一定是死路 孙胖子指了指我身后的方向 哎 辣子 你眼神好 你看看前面是不是有亮光啊 少来这套孙胖子 别转移话题 我们五个人实质眼睛 有没有亮光能看不见 我还没说完呢 就见破军 郝文明 还有邱不老 这仨人眼神变了 更直勾勾的看着我身后的方向 真有什么东西吗 我回头看看 还是黑漆漆的一片 哪有什么亮光啊 你不吓我一只 我这跳字还没出唇呢 前方突然有个亮点 闪了一下 只闪了一下 前方又重新跪于黑暗 我眼花了 我揉揉眼睛 再看向眼前的黑暗 黑乎乎的呀 什么也没有啊 我就说是眼花 这一口气还没等喘云呢 面前突然又是亮光一闪 这不是眼花 这个亮光出现的频率 没有什么规律 时隐时限 孙胖子看得真紧 扭过头看向郝文明 郝文明 前面又亮了 不知 今天 今天 之后 这很明 mun